家庭八點檔 轉轉發現愛 今天在節目裡面 要去聊一聊 你自己心裡最心愛的是什麼 你知道有很多人很喜歡收藏東西 其實像女孩子 我們從小也會有一些夢寐以求 希望能夠藏為己有 可能女孩子東西 都比較偏向於粉紅泡泡 可是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跟男生的收藏有關 我們常常聽到的 比方說手錶 球鞋 這些好像都是一些 比較陽剛方面的一些表徵 擁有它就代表你是一個 非常有氣魄的人 好 那今天聊這個 所謂的收藏的同時 我們在現場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自己個人的喜好 然後我希望你自己 也可以把你心中的一些 所謂的希望能夠得到的 也一起來加入 在腦海裡頭一起來討論 看看這些收藏 是不是真的讓你的 生活更加的美好 我們今天沒有要炫富 OK 我們也沒有要鼓勵你去 大肆的消費 我們只是想要看看 每個人心裡面的 藏著那個所謂的愛好是什麼 歡迎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 他們是一隊 他們是黑旋風 但是我先介紹的是 吉他控代表 那就是黑旋風的嘉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黑旋風的吉他手 嘉慶 OK 接下來是黑旋風 球鞋控代表 我們歡迎邵穎 哈囉 我是黑旋風的鼓手 邵穎 OK 然後能夠請他到 因為他真的就是代表中的代表 他真的是一個收藏家 歡迎精品控代表 Alan 哈囉 大家好 那此時我們很需要專家 因為聽說他也很會收藏 我們歡迎George 黃智敬 哈囉 哈囉 好 實驗性收藏家代表 不知道為什麼是所謂的實驗性 我們來歡迎Mark 哈囉 大家好 OK 那今天我覺得就是說 工作人員很貼心 想說這麼陽剛對不對 還是要找一個女生 來陪我一起好好聊一聊 她喜歡的東西 很 也是很剛硬的 她是鍋具孔 鍋具耶 代表林姿佑 嗨 怡婷姐好 大家好 就是那種陶瓷 那種什麼 那種 鑄鐵鍋 鑄鐵鍋 什麼鍋都行 真的 當然鍋子 每一種鍋 鍋具煮出來的食物溫度 跟口感都不一樣 是 我不管你們收藏什麼 都要吃飯吧 是 對 民以食為天 是 OK 所以收藏有理 鍋子無罪 好 來 各位 我們先看一下 這邊要講一下 就是什麼是收藏 就是我們一定要先解釋清楚 收藏指的是一種對物品收集儲存分類的嗜好 而比較常見的收藏 像我們從小對不對 我們會看到一些長輩 他們喜歡所謂的收藏錢幣 因為錢幣其實在歷年來 有蠻多不同的一些改版 再來就是郵票 然後還有遊戲卡牌 CD等等 都擁有大量的收藏族群 好 藝術收藏也是其中的一種收藏形式 所以就是這個日新月藝 收藏真的是五花八門 好 所以現在第一個題目是一個寫版題 請問各位 小的時候曾經幻想自己可以擁有什麼好物 OK 好想要得到它 好 謝謝大家都寫好了 先看嘉慶 是的 那我其實從小最想收藏的是樂器 對 那樂器的話是不 因為我是彈吉他的 但是我不僅限於吉他 OK 對每個樂器我都想要玩一下 比方說除了吉他以外還有什麼 對因為我們像我們從小就教會長大 對 教會的樂器零零種種 主要就是鼓啊 對 貝斯啊 電吉他 然後我們幾乎我們每個小朋友都會彈 對 然後我們可能 我今天可能就彈貝斯 下禮拜我就彈電吉他 下禮拜我就踏鼓 就是幾乎我們都要揮這樣 都是自學的 都是自學沒有人教 對因為畢竟 對 都音感特別 收入的部分 對 其實這個觀念也是對的嘛 對 OK啊 OK 是不是 無心插流流 陳映 我們小朋友可能都是為了樂器去上教會 我們那邊 也OK啊 可以啊 有時候可能練得太認真 有時候回聯到凌晨一兩點這樣子 是 然後那個牧師都會出來罵人 都幾點來就打鼓這樣子 我們都會吵 因為牧師也要養精虛銳 他需要休息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牧師隔天講道的時候 都有黑眼圈 魚 對 都是我們害的 好 好 真的 你真的知道是你害的 是 是 對 要說聲對不起 牧師對 你辛苦了 OK 謝謝 接下來我們來看哨影這邊 你寫的答案是 球鞋 從小就喜歡 對 因為小時候 國中的時候就很喜歡打籃球 然後那個時候對 有一個球星 Jordan 很敬仰 有 然後就覺得 要收集他的球鞋 但是他的球鞋其實在外面賣 也是不便宜 都是 很貴 一兩萬 一兩萬 這麼貴 對 但是其實他去 他一出新的球鞋的時候 其實排隊 其實不用那麼貴 大概他 就是五六千而已 好 對 但是你是跟人家買嘛 對不對 因為後來好像還會漲價 有的時候還可以要標 對不對 有限時標價 然後誰喊價高 就是誰的 我還有請我朋友去排隊過 有去喔 我說我去請你吃飯這樣 他排到了嗎 有喔有排到 你請他吃什麼 嗯 就是很一般的7000 好像是什麼波羅麵包排 是你去排的嗎 不是 也是預算有限 對 我們都是預算有限型的啦 我懂我懂 OK啦 那那一雙排到的時候有沒有很高興 非常高興 雖然說尺寸大半號了 對因為 襪子穿厚一點啊 對 可是你們那個也不用穿的吧 你們就是收藏 不穿的 會穿嗎 像我爸會穿 是喔 我就是 在那穿 我不太會 下雨天不穿 有些人買來會賣 但是我買來就是真的是自己穿搭 可是有時候我就很討厭他穿那個 他的舊的11袋 為什麼 每次去表演就下雨啊 就是每次他穿啊 真的嗎 下超 而且 有一次下超大年 我們下場的時候 樂器都濕了 人也濕了 那鞋子是乾的 我就馬上脫掉啊 就 就太陽 就晴天了 真的 晴天了 我們從此之後就說 你還是不要穿這個出門好了 就把它放 他比較適合放在家裡的櫃子上面 缺水的時候再穿啊 那一雙還在 還在 還在 盡量不要拿出來了 對 對 就只有那個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看你的收藏 是 謝謝你的球鞋故事 Thank you Allen 該你呢 這個老哥啦 這個 專業的專業的專業 從小來來來 從小想要收藏的啦 從小想要收藏的 但是因為預算有限 所以通通沒收藏到 超跑大房子跟私人飛機 大概這個夢想幾歲就開始了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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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歲吧 當你懂的時候 懂的時候 對 就因為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飛機 小時候 我們常 我很小 我大概十二歲 十一歲出國 讀書 那就看到旁邊很多那種機場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飛機 那種小小的飛機 沒有什麼嗎 不了解為什麼會有這種小飛機在旁邊 因為我們都是做客機 然後他們就說那個是私人 當然也有螺旋槳的 美國機場其實很多各式各樣的飛機 螺旋槳的小飛機或者噴射的都有 對 那時候就想說 哇 可以有私人的飛機這麼棒 那美國很OK嘛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這個夢想 我們國內也有啊 我們也有私人飛機 有有 我知道的 後面啦 我一直以為停的那些都是你的 我也希望是如此 你借他們停一下 借一下 好 所以超跑大房子跟私人飛機 對 小時候 但後來不行 就轉去收藏別的便宜一點的東西 好 那我們待會兒再來要看看 它的便宜一點 對 也沒有很便宜 好分虛啊 是不是 好 好 我們來看 便宜一點 一點便宜一點 OK Mark 你收藏什麼 你小的時候 對 你夢寐以求的 對 其實小的時候 因為 預算的關係 對 大家怎麼 所以 鬧帶 眼客氣啊 對不對 所以小的時候 最想要收藏的就是一些玩具 熱膏嘛 對 但是呢 雖然這個預算比較低 但是也是沒有收藏成功 為什麼 你給它吃啦 因為 我 從小家裡媽媽很不喜歡亂 所以 所以 只要有玩具 它就是丟 啊 它就是丟 真的喔 對 朋友 就是長輩啊 送玩具啊 大概在我家會出現個兩天 就不見了 那是因為你沒把它收好吧 那小孩子誰那麼會收嘛 欸 可是媽媽把它扔掉了的話 下一次再有玩具回來 你應該前車之間就知道把它收好了 呃 也不可能永遠都收得好 但是就是我們家就是從小沒有什麼玩具 所以就到我叔叔家去玩 哈哈 就感覺是另外一集了 這個 小時候的 要一點點 對 心理創傷治療 好 會嗎 你會覺得心裡有一點點感覺好像有一塊 我覺得長大就有點報復性 當你自己可以的時候 就狂買 對 你就開始 對 就是我小時候沒有的我都要 對 會有一點點的 對 或多或少 對 OK 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只有小時候家裡沒有鍋子的孩子 不要這樣 不是嗎 不可能 你算了 為什麼 就是 我跟你講 你會讓人家以為 當我真的開始收藏鍋子就沒有預算的問題 但又有空間的問題 所以永遠都有問題 我小時候最喜歡的是娃娃 洋娃娃 我覺得女生 都喜歡 因為我們小時候家裡四個小孩太多了 其實是沒有玩具的 所以我從小為了一個洋娃娃 我永遠記得我的娃娃是那種 那個 那個什麼綠豆殼的枕頭 小時候有綠豆殼的枕頭 把它包起來當我的娃娃 所以我從小 家裡有第一個洋娃娃 我到現在還留著 對對對 在我們家 然後呢 我就很愛收集娃娃 我一直收集到 我生小孩就不收集了 自己生娃娃 對 真的娃娃出現還滿麻煩的 就玩自己生的就好 後來就發現 洋娃娃其實也滿麻煩的 如果它會動 小時候會覺得娃娃會動很可愛 當它會動也是滿麻煩的 後來就 就是 收集不會動 18小時 18 9歲的時候就開始喜歡漂亮嘛 就收集鞋子 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鞋子 對 但是也有一些問題 後來我發現比較沒有問題的是鍋子 好 對 為什麼 為什麼鍋子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鍋子可以拿來煮 而且它比較不容易壞掉 但是它很佔空間 是 最主要它很佔空間 對不對 對 有大鍋小鍋 中鍋 它有不同形色 還有不同顏色 還有不同材質 對 你應該喜歡的就是那個 法國的那個牌子吧 那個牌子 其實它有兩三個牌子 我都很喜歡 我不是只收集一個牌子 我兩三個牌子都會收集 它們還有很多系列 對 它們會動不動有個花系列 對 艾菲爾鐵塔系列 對不對 然後中國農曆年系列也有 什麼系列都有 感恩節 天天 對 然後它的鍋還會有新型的 圓形的 長方形的 橢圓形的 對 好恐怖 嗯 因為我也要 Sorry 說別人的時候對不對 鍋具控 不要 對 沒有啦 是 可是我還好 只是不知覺當中 都買回來 就好像要買它一系列 有短的烤盤 長的烤盤 有 對 你今天如果是要烤火雞 它需要一個什麼鍋 對 可是如果只是燉小小的那個 比較小乳歌 那就小一點的鍋 好 那George 請問您呢 對啊 雖然是專家 你聽的這個 對 晶晶有味 對 我小時候也很喜歡收集東西 然後玩具 特別是 我們是教會長大 所以很多Missionary 他們的孩子會給卡牌 這些 然後那個卡牌 我們其實不懂了 但是都很好看 我也不知道他們收集什麼 就是覺得那個卡牌很不錯 所以就對那些 我不是對所有的卡牌有興趣 我是對外國的卡牌有興趣 但我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 我 到底收藏那個什麼卡 對 它那個什麼圖案 有棒球的 然後也有 也有什麼 對 都有 然後也有汽車的 汽車也有 古董汽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有出現這種很漂亮的小卡 很精緻 很精緻 然後我們都是Missionary他們不要玩 然後搬家就會拿教會 然後就留到我們家 喜歡的就拿一點 不喜歡的就拿出去 大概是這樣 我對於那種卡牌 我很有興趣 小時候 滿喜歡的 那是一門大生意 對 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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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因為其實收藏這兩個字嘛 其實它的背後啊 就是代表很多的金錢 因為總會找到愛好 就是所謂的這個 應該是什麼 真正的專家 行家 對 然後可以不斷的提升它的價值 對 好的 好來 快要講成理財節目了 我們還在講收藏 OK 請問各位你們有沒有因為收藏很愛的東西啊 適時保護 然後重點是不可以讓任何人碰 然後甚至有吵架的經驗有沒有 然後 姿佑蒙點頭 先聽你的來 誰碰了你的鍋 沒有 小時候的娃娃 我的鍋當然現在沒有人敢碰 因為我的鍋 對 他們家人都很怕搭 因為我都把它藏起來了 所以他們也要碰也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小時候會碰最多的就是娃娃 因為我很喜歡越洋娃娃 然後有 娃娃有很多種 有塑膠的 有瓷的 有紙娃娃 小時候我們還有紙娃娃 他那個 他可以換衣服 他可以穿衣服 然後衣服上面有兩個那個 一個 對 然後就凹下去 扣下去 然後腿這邊也可以凹下去的 那時候的紙娃娃 就一疊一疊的 就我們就會收集 然後一本 有時候後來 本來是一張的 後來變一本的 然後我們就疊疊疊 那媽媽有時候會整理的時候 就會覺得 因為會掉出來嘛 然後她有時候裙子 媽媽掃地就把它掃掉了 那我們就會很生氣 然後翻香檔我也找不到 那我就會很氣 然後媽媽 我又去翻垃圾桶 我會把媽媽說 她剛剛掃好像有看到 我就把所有垃圾桶都翻了 然後就飛好把那個找出來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會拿盒子 我們就會學習收納 就會拿盒子把它裝 所以我最記得那時候有好幾盒 我一直到我嫁人 我都把它拿走耶 那是你的陪嫁 對 但是我後來還是把它丟了 因為生小孩了 因為東西實在 後來真的有點太多 而且那個指道後來其實也是會 會炒掉 因為台灣的一個保存環境 畢竟還是不好的 辛苦 來 嘉慶這邊 我們可以看一下你的收藏嗎 今天這個是 我從小到大 收集的吉他 有的是爸爸媽媽把我買的 有的是我自己買的 對 那這個最 這裡有幾把 這裡有三還是四把 這個是一小部分 五把 一 二 三 四 這裡面還有一把 對 這是放在舊家的 舊家的 對 那我自己在工作用的 我自己忘記拍了 我自己在工作用的 大概還有四把 對 然後這把 這樣就九把 對 這些吉他 我覺得 他們每一個都有故事 代表不同時期的我 像我 第一把吉他 是爸爸媽媽買的 我記得 永遠忘不掉 他們回來的時候是下雨天 然後他們兩個騎野狼 因為山上吧 我們住山上 OK OK 其實騎野狼是最方便的 媽媽就在後面 背一把吉他 然後爸爸就騎野狼 帶他回來 所以等於是 就是把他留著了 他太有紀念價值 對 就是我的第一把吉他 然後其他的就是 可能我國中自己買 自己存錢買的 然後高中 就花個五百塊 跟人家買的 就是會去問人家說 你還要嗎 這樣子 先去買二手的 部落很多啊 部落很多人有吉他 然後可能哥哥他們太久沒有彈了 我就去開始收購 他們的二手吉他 這樣子 對對對 好 所以現在一共共有幾個 有幾百 大概目前有十一十二八吧 其實不多 OK 你會你很 呵護這些吉他就對了 其實我不是會呵護的人 那你把他們都放在哪裡 我都 我就放在那裡 他們去家裡到處自己躺 對對對 然後長灰塵什麼我都不管 但是家裡人就是不能丟 我有跟媽媽吵架過 我說你 我說這些吉他對我來講 我喜歡有故事的東西 對可能每個 不管他的狀態 喜歡故事 就喜歡故事 我自己開的車子也是1993年的車 哇 對我喜歡牢牢的東西 就是有故事啦 有故事 好我懂 念舊啦 對對對 就是有情感啦 對對對 有情感的東西就不一樣 好 謝謝 好來我們繼續來看看 我們邵穎的情感是什麼 就是 他的 你的球鞋 對這也是家裡的 冰山一角 直一點 這邊 我們看到都是盒子餒 對鞋子都在裡面啊 然後這裡也有放 你為什麼 你看 鞋架上也有 對這邊也有 然後這邊也有 你為什麼要放盒子裡 你這樣子拿出來看到 不是感覺更不同 因為每一雙球鞋 他的鞋盒都是有精心設計的 然後所以鞋盒也有收藏價值 鞋盒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收藏 只是因為 這是 反正就是以此類推 就是從這邊開始 到這裡到這裡 然後現在 我現在連我的車子都是我的鞋櫃 對 你車子上放幾雙 五六雙以上 都是有放盒子的 沒有 就是 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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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北部的 住的地方也是 都是鞋子 對都是鞋子 運氣用的鞋櫃 大概八成是他的鞋子 我相信嗎 對對對 好啦算了那我們放房間好了 對可是就是鞋盒有個問題就是 家裡人就是一開始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 因為鞋盒很佔位置 對 鞋盒要轉賣的時候價值 很有用 對對 我相信 可是現在有的時候去買球鞋 他們真的就會問說 你要不要鞋盒 你要不要鞋盒 所以應該要說要對不對 是我就會要 不管什麼鞋都會用 可是長輩就覺得說 鞋盒就是佔空間 又很容易 有真的很佔空間 假如你要賣的話 你要賣還是要留鞋盒 要看款式 那接下來的題目就是請問你賣過嗎 有賣過 疫情期間的時候 對那個時候剛好就 反正都在家裡啊 我妹妹就說 不然你有些鞋子沒有在穿 就賣一拍 就真的賣出去 價錢可以 就有些還可以啦 還算OK嗎 算OK 可愛對不對 那請問 你這樣收藏家人當然都很能夠包容你啊 那你如果讓你選女朋友跟這些鞋 你怎麼選 呃 都要 不可以 只有二選一 女朋友 對啦 女朋友有沒有跟你吵架說 你到底要鞋還是要我 曾經有 就是有一次我記得 那個時候因為學生嘛 就是然後就邊打工 其實這些鞋子都是自己打工賺的 然後 那個時候有交女朋友 然後有跟他說 好 下個月我們去吃什麼好吃的 我自己有存一點錢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逛街 然後我就不小心看到有一雙球鞋 哇 怎麼會有那雙 你知道是哪一雙嗎 那雙藍色的 你看 你看 真的 那雙那個時候在百貨公司 他賣九千多 九千多 對 然後我就 剛剛我就看到 我還沒有跟我女朋友講 然後我就說 我去廁所一下 我就在跟我自己拉扯 就是好像那個天使跟 吃飯 球鞋 球鞋吃飯 然後後來我就 到屬靈了嗎 欸真的要 魔鬼跟天使在對話 不要買 這不是需要的 你已經來了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 但是怎麼辦 你幫我 然後呢對不對 我就跟我女朋友說 我們開會一下這樣 你跟他講 還是我們 下禮拜再吃 因為這雙我覺得 哇 好珍貴 好難能可貴 遇到了 他說好你買啊 然後就 吵架了 那我不能買 好那我不要買 算了算了 你還是要拉扯一下 他就說你買啊 你就說那算了算了 我們還是去吃飯 他就說不要啊不要啊 你買啊 你就說不行啦 不要不要不要 至少要兩三下以後 因為女生會很堅持 就是要去試探 你對她的真心 那個時候比較不懂啦 學生啦 學生 那個時候就 懂了懂了 為了解 就是寧願跟女朋友吵架 那個時候 對 值得嗎 反正後來也分手了 反正也換了吧 反正也換人了 可以這麼說了 對 結實還在 結實還在 這就是 你看看 這個就對了 準備背叛你了 對 那就 那我們就在接下來看Alwin 來 Alwin 我們看你的搜查 這個是 這個是 跟另一半有爭議 有抗議的 那是您夫人喔 這個來 美女 來 好 這個照片的重點是 這個照片的重點是 我很喜歡收藏鞋子 那個時候很喜歡收藏鞋子 那我們的鞋櫃 是可以這樣走進來 然後這一面牆到這邊 其實都是我的鞋子 像個展示一般 那都是我的鞋子 那大概有一個 有一個百來 一百雙可能有 百來雙這樣 那皮鞋 球鞋什麼都有 但是呢 我從來不會買鞋盒 我每次去鞋盒就請你 因為鞋很重嘛 我們買一個五雙鞋子 你怎麼會鞋合鞋 你會一直買五雙喔 我當然了 當然了 同樣的款式顏色 不同的來一雙 各來一雙 我學起來 OK OK 對啊 然後 老婆有抗議說 很嚴重 說你這個行為 比女人還誇張 還嚴重 對 因為她的鞋子大概只有我的 大概只有五分 十分之一吧這樣 所以就是他們兩個人嘛 一樣顛倒過來 就少贏的鞋子多到 嘉慶放房間 對 所以你們家是你的鞋子多到 反正老婆就放旁邊 沒錯 放旁邊 鞋子 鞋子 不是人 鞋子 口誤 抱抱 口誤 好 OK 我覺得你也是蜈蚣欸 沒有啦 就是我只會 但是因為鞋子我覺得說 有的鞋子是 像下雨天不穿 晴天穿 冬天穿 夏天穿 你有沒有買一雙穿了會下雨的 沒有 好不要確定 那一雙在哨影家 那在他家的 沒到我這裡 沒到我這裡 對對對 那這些鞋都還在囉 沒有欸 現在其實少很多 去哪裡了 就捐的捐那個什麼 舊鞋計畫 OK 舊鞋救命 捐很多鞋 哇 拿到你的鞋 哇 真的是欸 沒有 太榮幸了 誘刃謝謝你 對吧 還有破掉的 我去把它修好 補好 黑一步 下一次要捐的時候 通知我們嗎 對 我藏不下啦 我們去門口等你 對啊 尺寸 對對對 待會交流一下 謝謝 謝謝 Mark 我們來看看 你今天有帶你收藏的 照片給我們嗎 我其實很不喜歡拍照 所以我並沒有 那你描述給我們聽 並沒有 對 我們幫你上圖好了 我的收藏品其實 我收藏品蠻多的 但是都是一陣子一陣子 所以像我剛才講 有點報復性的嘛 所以小的時候沒有LEGO 那現在我特別喜歡 就是車子的LEGO 我喜歡的車子的LEGO 就比方說911的 比方說Land Rover Defender Mustang這些 那他們的LEGO我就會收藏 但是我比較屬於是 是買了之後 我一定要拆箱 然後我要拼好 拼起來 對 我不是放在那邊 等它爭執的 就是我是要使用它的 你怎麼使用它 你怎麼使用它 它可以總 就是它的那個拼好了以後 對 拼好了以後 我會擺在那邊 拼本身就是使用的意思 對 對 你人不懂 對 你們有沒有要錄嗎 不錄了 我自己可以 我自己可以 但是別人不行 對 沒問題 不好意思 我學到 對 我自己可以錄 別人不可以錄 對 都不能碰 明君不能碰 他是沒有碰過 但是我 就是我很不喜歡人家 譬如說來到 譬如說我們家有人來打掃 來打掃的 他只要碰到 我那個鏡子稍微歪一點 我內心的那把火就起來了 對 所以我就會跟他溝通說 我這邊我自己打掃就好 對 你不要動它 我可以理解他們 收藏樂高的人 為什麼會有這種心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拼的過程 那個有些器具東西都小小的 對 你如果碰 你如果什麼時候掉了一個 在哪裡 他找不到 其實他們會很神奇 因為你整個就被破壞 因為我兒子也是 然後我們那一區 就再也沒進去過 很恐怖 對 他說我掉了那個 那個你也不知道 講了你也聽不懂 對 你們樂高現在有很多 那種圓的長的 對 找不到 重點是找不到 它不是你可以去買零件 那我可以請問 你現在有多少台這個 我其實不多 因為我 我是屬於就是 興趣一陣子 一陣子 一陣子 所以 它要有出特別款 我才會買 就是我自己喜歡的 像有些人喜歡 比如說星際大戰幹什麼 我就還好 那但是我也有像 為了要煮咖啡給太太喝 所以我就開始研究咖啡 那我就買了一大堆 像鍋具一樣 有不同的材質 不同的角度的 然後有不同的濾杯 然後有 就是它有各式樣 什麼T型啊 V60啊什麼 有什麼沒有 濾杯就一大堆 然後最近也是才又添一個濾杯 然後很便宜 其實濾杯不貴 但是馬上就被老婆白眼 因為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然後磨豆機什麼 就是我會一直想要研究 把那個東西做得更好 那把那杯咖啡煮得更好 就會一直添新的東西 有感覺 對 這個時候有兩個題目在我腦海裡 一個就是說 怎麼會世界上有你這麼好的男人 另外一個就是 你老婆一定很兇 沒有沒有 我老婆 我老婆非常非常好溝通 她彈性非常大 真的嗎 真的 可是你做到這個份上 怎麼會有你這麼好的男人 沒有沒有 我真的覺得就是某一方面是我自己 其實做這些事情 我滿開心的 它熱在其中了 可是你已經弄到感覺像是 那一杯咖啡求生存 已經做到這麼 因為 你去問我先生咖啡 咖啡有兩種 一個叫熱的 一個叫冷的 對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一個叫熱的 一個叫冷的 可是你可以弄到濾杯 機器 你就包括那 是啊 然後去研究那杯咖啡 怎麼去打那個豆子 對 所以我是很喜歡實驗的 所以我就會去收集一些資訊 然後我就去看 聽人家講說你要怎麼樣去 去把這個咖啡做得更好 那他們其中就會講到器材 會講到豆子 會講到烘焙 那我就說真的假的 那我就會去想買來試 對 所以我比較是因為這樣 那我可以問一下嗎 你試完煮的咖啡 你會不會先給老婆喝 我會啊 因為我以前不喝咖啡 啊 啊 啊 因為研究 我是對為了研究給 煮給太太喝 所以我才開始喝的 所以你的這個收藏是來自於愛妻的那一份心 就說對就好了啦 就說OK YES 節目上這麼講OK的 你這個老婆都坐在那邊她能怎麼講呢 有 對啦 這就是愛妻的那一份心 然後太太在那邊監視著 不好意思 命君 我剛剛講 你的脾氣很好的 我知道 我愛你 OK 來 各位 看一下吧 男生喜歡收藏的六大物品啊 這邊 你們可以說YES或NO 因為不見得我們是正確的 一當然就是手錶 OK 二就是相機 三 漫畫 四車子 五公仔 六鞋子 我們現場已經看到 我們這邊有聊到的鞋子 絕對有了 對 然後呢 你的這個拼圖這個算公仔嗎 算了 玩具類的 我是玩具類的 車子跟公仔嘛 對不對 應該算是 好 好 漫畫到目前沒有聽到 以前小時候是有人喜歡收藏漫畫 穩弟弟 有Alan是他 Alan也有愛 那很恐怖 小叮噹啦 什麼 老夫子 什麼老夫子 那全部 而且他們還有一系列的 怪博式機器娃娃 好可怕 專業 專業 那是最棒的 很好看 那我們可以聊一下 手錶的部分嗎 有人收藏手錶嗎 有 OK 以前啦 我以前非常愛手錶 然後 然後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 就像馬克 然後去了解每一個品牌 為什麼好 為什麼是他有什麼珍藏 然後有一些錶 其實我是為什麼 我是十三 我十三四歲的時候生日禮物 我的母親買給我一支 Cartier的手錶 對 從那個時候 十三四歲 十四歲吧大概 十四歲 大概這個差不多年齡 他送我一支Cartier 因為我們以前是 他們以前是Cartier的總代理台灣 所以他就送我一支 我們自己家進口的錶 對 然後那時候我也不懂 那我就看到 很漂亮我就戴了 然後我就很喜歡 然後我就開始去了解 為什麼錶有分 比如說機械錶 放電池的 實音錶 這些 就是不同的東西 那你就了解說 其實錶是有它的這個價值 假如你買到對的機械錶 其實那個價值是很好的 而且可以增值 有它是可以增值 對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收藏 然後 那我收藏的這段是 我就很喜歡買 那我就各式各樣的錶買 直到 像我那時候買佩娜海 Paneride 對 是史特隆帶的 然後跟它一模一樣的款式 然後在美國去找到 然後買回來 但是那支錶好像是限量的 超過100支這樣子 之類的 那他就買了25支 我記得 誰 史特隆 史特隆 那個演員 然後他送你一支喔 沒有沒有 哇 我知道那個錶 因為它是史特隆開始戴 對 史特隆帶 然後引起大家的注意 引起大家的注意 要不然它是一個小錶場 根本人家聽都沒有聽過 很久了 但是沒有人理它 現在非常貴了 現在不得了 那時候他就買25支 送給他公司所有的員工 哇 那就是那一款 那我就是找到那一款 我就跟他去買一模一樣的 嗯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收藏 就代表你是他們公司的員工 這樣子 他說這是第26支 對 這是那100支的其中一個 Number 26支 對 所以就是錶有這樣子 後來就是很喜歡 那一支還在吧 沒有 後來我把錶通通賣掉 所以我現在不帶手錶的 真的喔 我一支錶都沒有 你怎麼捨得割愛 還是你突然覺得 嗯 沒有那個 愛好了 就是 看了它並沒有什麼滿足感 好 我應該是 我應該有一段時間其實 我走到人生不同的這個階段 OK 所以可能比較辛苦那段時間 然後呢我就有把錶賣掉 好 那錶賣掉之後就 幫我度過了 OK 一個一些 那個低潮 那個低潮 那我就發現說其實 但是很痛那個時候 對 因為我覺得說哇這個錶 對我可能存了很久的錢 因為我買一支錶 後來其實一些比較貴的錶 都是我會去預備 就是存個半年一年的時間 然後再去買它 然後我買了它 我就帶它 後來我才 當開始去賣它的時候 其實心裡是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的意思就是割愛 就是把你的鞋子 然後我去餵我的女朋友 然後割一塊肉 然後割一塊肉 我真的捨不得 但是後來我發現 我的看見是說 我去賣掉它 它幫助過我那段時間 只要你今天的收藏 它沒有辦法幫助你 你只是擁有它 其實那沒有什麼太多的意義 所以有一句話 不是常常講嗎 說什麼 不在乎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只在乎曾經擁有 後來我聽到那個 那也是一個錶的廣告 對 是嗎 是 那我聽到就是 這個很有道理 因為我擁有過它 我很開心 它陪我了譬如說十年了 好然後我譬如說 我買那支錶 一百萬隨便講 然後我賣掉的時候 還可以賣一百二十萬 然後它也幫助我 度過我那個困難 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是透過這樣的件 我才發現說 原來我不需要這些東西 來去證明我是誰或怎麼樣 對 對 我們更喜歡現在的你 代不代表 都更喜歡現在 謝謝 謝謝 其實像Alan剛剛這個故事嘛 就是我們討論這一集的時候 我也有講到 其實在我們國內也曾經有過一些 所謂金融方面的一些新聞消息 有一些家庭可能因為就是 某些事情 然後後來就是 夾倒中落 然後呢 後來就 其中有一位 其實也蠻有名的 他因為有很多這種所謂的 字畫啦 或者是一些收藏 後來他拿出來 就把他在一次拍賣或幾次當中 他就把這些他很愛的東西 收藏很久的 就把他賣掉 反而就幫助他重新再站回來了 事實上 對這種 這是一種無心插流 因為其實當初你並沒有打算賣 沒有這樣想法 可是可能在一個階段中 他真的就增值了 對 對不對 然後給自己另外一個機會 而且重點是他真的有發揮功效 對 蠻好的 他不是沒有用的收藏 他真的變有用了 對 就是把那個價值轉換成另外一種 樣式跟著我們 對 所以我覺得非常棒 那在這邊我想到一個 就是Jorge Quay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 有很多的精品名牌 天天在上架 那很多人就想說 早買早賺到 姿佑也聽過嘛對不對 去逛街 你去隨便看個包包 我們在賣東西的時候也是這樣 也會這樣對不對 對 好 早買早賺到 那因為今天已經聊到這個份上的時候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 就是讓我聯想到嘛 就變成就是說 那是不是大家好像有另外一種投資啊 我現在就因為他要漲價了 我就把它買回來 我就把它放著 然後等到他增值了以後 我再把它賣出去 這個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所謂的生意頭腦嗎 當然啊 如果有賺有賠 它就是一個生意了嘛 對 然後當你收藏的時候 是這樣想 那它就是一門生意了 那生意人人會做 那巧妙各有不同啊 對 就好像你投資一個股票 你覺得趁低點買 你怎麼知道它是低點呢 對 對不對 你要高點賣 你怎麼知道它沒有更高呢 一樣的 那只是說收藏如果變成一個生意投資 坦白講 那就不是收藏 第一個就離開你的本意了嘛 第二個說 那你要研究的東西很多 你知道嗎 對吧 你什麼時候賣 買家在哪裡 你是不是用最好的行情收 是不是最好的價格賣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話題啦 但是很多人還是有一點參半啦 就說欸 我又很喜歡這個東西 而我也賺點小錢 那這個就OK嘛 還是就是在收藏的時候 必須要先評估自己的能力 那當然 我覺得那個是你有多餘的 然後你要去把它當做一個興趣 培養你自己一個興趣 有一天你也許會脫手 那它價值會更好 但是你如果要靠那個賺錢 就像就是說的 你真的是要 要花很多工夫 對 因為我們講的是收藏 收藏是喜歡的東西 你真的很喜歡 然後你把它帶到家裡面來 但是如果有一天啊 你覺得說我不想要它了 然後要脫手的時候 但是它就是沒有人 就是所謂的 乏人問津的時候 你不能看那個東西 礙眼 好 來 姿佑 我聽說你有 一百多個鑄鐵鍋 沒有啦 現在沒那麼多了 沒有嗎 你們家的那個鋼筋水泥特別剛硬 那個鍋很重 我覺得你們家的地基超穩的 我沒有那麼多全部都鑄鐵 我有不同材質啦 所以我為什麼收集鍋子 至少可以拿來煮一煮 對 沒錯 那你說你現在沒有 我請問你說你現在沒有那麼多了 那一些沒有那麼多去哪裡呢 因為我 我說實在話 鍋子其實真的滿佔空間的 那因為我以前為什麼會那麼多 是因為我賣了很多很多家的鍋子 很多品牌 那很多廠商也知道我喜歡鍋子 所以他們只要有初心的 他們也都會給我 我的鍋子有個好處就是我所有的盒子都是留著的 哇 哇 是不是很厲害 你怎麼擺 你怎麼擺 你是把它拆開來放平了 因為盒子其實是可以把它 一箱一箱 那你是屬於那種要買房子來放的 真的 我有一個房間是專門放我的鍋子 跟這一些烤 我還有一堆烤箱氣炸鍋 老公有沒有說話 我把門關起來他看不見就好 不然怎麼辦 他們有吹冷氣嗎 他不用吹冷氣 不用吹冷氣 怎麼防潮 不用防潮 防潮你不需要 但是我要把它用架子 就是還是要隔開 因為台灣還是吹冷氣 透透氣 但是我後來有曾經 因為我要去整理 因為我就是很不喜歡髒的 所以我剛剛看到你的吉他 你如果是我兒子 我會把你掐死 為什麼 你不能好好的把它照顧擦乾淨嗎 我就是 他喜歡有故事 我喜歡 對 他是故事但他不喜歡髒 他不要有灰塵 他髒的故事 髒的故事也可以接受 他有故事 他不要有灰塵 他不要蒙上陰影 他在山上 我在台北所以 你還是散步回去 我回去的時候會擦 對 你要照顧他 要愛他 他是家裡人幫我拍的 這挺好的 我回去會擦 這為了建議 專門幫你在家裡拍過來給你 這樣看起來收納還可以 這樣OK 但是你要把它蓋起來 或者不行 要呵護一點點 不能這樣子擺 不能對不對 台灣是潮濕的 像上次我看到那個 黃國倫老師 他的那個吉他收藏 那個才是真的收藏 他有箱子 有箱子 有箱子 然後還要射 因為木頭嘛 其實樂器保養很麻煩 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真的要認真保養 還要上蠟 家慶是喜歡故事而已 他喜歡故事 我只喜歡故事 他們基本上已經不能彈了 對 已經不能再彈了 所以他們都是有生命的 對啦 有故事就是有溫度 有溫度就是有生命的概念 對 OK 那說到這邊又有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有很多的家人 往往就是你喜歡收藏的東西 覺得最愛演的都是你最親近的家人 因為看到你堆的滿坑滿骨 那我們今天聊的是收藏 我自己覺得收藏不一樣 是它是非常有規範的 是陳列在那邊 甚至於我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一些人 他為了 比方說像Alan鞋子好了 你就真的有鞋櫃給他 那麼有的人會因為喜歡一些公仔 他真的就在家裡設計的時候 一個框一個框一個框 它等於就是他的生命的一個Display 一個展示 可是有一種人亂放 堆在家裡連走路的空間都沒有 那個叫做囤積 對 我類似了 所以是嗎 你覺得你是囤 我有點在囤積 有點囤積 它的囤積是大啦啦 很容易這樣 就是有什麼就多房間 好 那就請問George 如果是過度的收藏物品 那家人就是有很多負面回應 OK 那在這個收藏的行動後面 他有沒有隱藏一些隱憂 肯定所有的行為都有隱憂啦 好比說你不用收藏啦 有些人喜歡吃美食 他去哪個地方 他不認識那個地方的民生 故事 民景 他就要吃美食 對不對 有人去日本 只收集日本的棒球場 我每次去 我一定要去一個球場 然後有人去北美的時候 我就 這個系列的飯店 我一定要把它收藏完 它也是某一種程度的收藏 它不一定收藏的概念 如果一旦 了解它的心理意涵的時候 它就不一定是拿回家 它可能就是 我持續性的完成性 所以這就是解釋了一個消費心理 要不然Hello Kitty出這麼多點給你收 對不對 7這麼多鍋子收 其實它那個極點 就有一種收藏的概念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好像你完成了一個 使命 目標 然後給自己一個小的 確定的一個好像感覺 紀念品 紀念就是這樣 但是可大可小 對 一個獎盃的概念 對嘛 對不對 我做完這個事情 我就要犒賞自己 我只要努力了 我就可以得到這個 那這個生命裡的那種 象徵性的意義很大的 人很需要這個 只是說 我們換了不同的方式來收藏 那聖經上是說 也可以收藏 收藏什麼 收藏在天上的獎賞 對不對 你跑步的時候 你跑步的時候 你人是在跑步 跑跑那要得什麼 得來天上的獎賞 那也是收集 對不對 所以Olympic最後你跑完了 You finish well 它給你一個 medal 這是你的紀念 你當跑的 當守的 都守住 那這個也是一個收藏 那我感覺 收藏有很多事情可以收藏 我也很喜歡收藏東西 什麼 但是因為我 我不真的收藏 是因為我沒有很有耐心 去理解一個系統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要收藏一個東西 你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像我們的廣告圈的 我們這些都是比較 比較不推坑的 真正推坑的 什麼高爾夫球 音響 跑車 那真的研究下去 你會 光重機 你會弄死你 你知道嗎 那不得了 它那個不是什麼一個架子 是整個車庫就要改 而且你不是只買 買都不能算收藏的 你要懂得改 你改了用什麼品牌 工具 要獨一無二 對 那你要自己打造你自己的 所以哈雷說 沒有一台哈雷是一樣的 怎麼可能呢 一樣呢 因為經過你改裝就不一樣 那我以為是說 因為我的分量做上去 感覺跟家庭騎的同樣 都不一樣的 我以為是這個 哈雷你不敢騎 我也太短了 對 沒有 它那個椅子是可以改的 也就是哈雷才可以改的 對 因為他可以很矮切身體這樣子 對 他也還好也沒那麼矮 我比他更矮 對 鳳哥 這樣 身材都很好 手髮的問題 沒有 我可能會這樣子起來 我真的有看到是這樣子 有 長度的問題 那是故意的 對 故意的 也是一種帥 看會不會拉長一點 對 不過我覺得Alan講得很好 就是 有時候我們可能不需要自己 不用這些事情 認識我們自己 對 很多時候我們收藏是因為我們想要這個 來確定 我可以是這樣的人 我可以這樣活 對 沒錯 好 所以那 如果說人生有另外更值得收集的東西 那就是天上的恩典 Amen 天上的恩典 每一天在地上可以領受 Amen Amen 對 其實大家講到收藏 我覺得很多人就立刻會跟那個 所謂的金錢 或者是說消費 做上所謂的連結 我們今天要強調 其實收藏並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我覺得上帝創造世界 有這麼多美好的事物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也因為我們自己的所謂的智慧 然後我們的能力 創造出很多其他一些物品 他說或許不是真的所謂都是天然的 但是它也都是所謂的美好的 好 然後呢 很多女生很喜歡收藏包包 那現在有就是那個C牌 她經常都在漲價 可是呢 有一句話就是來自這個品牌的創始者 就是 Coco Chanel小姐 她說啊 其實人生當中啊 最美好最美好的事物 其實都是免費的 伺好的 都是最昂貴的 所以呢 下一次要掏腰包的時候 要理解 收藏OK 但它其實是伺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家人 啊 這些 你好嗎 沒有 我真心裡 謝謝 謝謝